再说 吕忠义有个女儿 小名顺哥 年方二八 生得容颜清丽 情性温柔 随着父母扶州之刃 来到这建州相近 正遇着贩贼一支游兵 截夺行李财博 将人口感得三零四散 吕忠义失散了女儿 无处寻觅 皆探了一回 直索赋任去了 但说顺哥 娇小凌平 行走不动 被贼兵掠进建州城来 顺哥提提哭哭 泛西州中途见而连之 问其家门 顺哥自叙乃是患家之女 西州遂赤开军事 亲解其父 留至家中 将好言抚慰 素以钟情 我本非反贼 被族人逼迫在此 他日受了朝廷招安 仍作良民 小娘子若不弃悲磨 结为眷属 三生有幸 顺哥本不愿相从 落在其中 出于无奈 只得允许 此日 西州秉之贼手 犯汝违 汝违一甚喜 西州送顺哥于公馆 择吉纳聘 西州有祖传宝敬 乃是两敬和善的 清光照彻 可开可合 内筑成鸳鸳鸯二字 名为鸳鸯宝敬 用为聘礼 便请范氏宗族 花竹成婚 一个是衣冠就义 一个是伐月明书 一个儒雅风仪 一个温柔性格 一个纵居贼党 风云之气未衰 一个虽作求福 金玉之姿不改 陆林此日称家客 红粉金销 佩吉人 自古道 瓦罐不离井上破 范如为造下弥天大罪 不过呈朝廷有事 兵力不及 齐齐 名将张俊 岳飞 张俊 张荣 吴介 吴林等 吕拜金人 国家粗定 高宗不定临安 改元绍兴 世年冬 高宗命韩其王会适中的 统领大军十万 前来逃补 范如为启示韩公敌手 只得必成自首 韩公驻常为已困之 原来韩公与吕忠义 先在东京有救 今番韩公捅兵征脚反贼 知吕公在福州为奸税官 必知敏中人情土俗 其实 将帅专张的都带有空头赤 欲有地方人才 听评田赤伪用 韩公遂用吕忠义为军中都提侠 同住建州城下 指挥公为之士 城中日夜豪哭 范如为即便要夺门而出 都被官军杀回 世甚危急 顺哥向丈夫说道 妾闻忠臣不识二君 猎女不耕二夫 妾被贼君所掠 自恃必死 盟君拔旧 遂为君家之父 此身乃君之身矣 大君临城 其事必破 成即破 则君乃贼人之亲党 必不能免 且愿先君而死 不忍见君之旧路也 隐床头利剑便欲自吻 西州慌忙抱住 夺去其刀 安慰道 我陷在贼中 原非本意 仅无记自明 玉石俱焚 已赴之于命了 你是患家儿女 鲁杰在此 与你何干 韩元帅部下将士都是北人 你也是北人 语言相合 岂无相躯之情 或有亲就相逢 婉转闻之于令尊 骨肉团圆 尚不绝望 人命至重 岂无可义而就死地乎 顺歌道 若国有再生之日 且誓不再嫁 便恐被君孝所掳 且宁死于刀下 绝无失劫之理 西州道 成娘子智劫自诩 无死亦明目 万一为漏网之鱼 苟延残喘 以誓愿终身不娶 以达娘子今日之心 顺歌道 鸳鸯宝静 乃是君家行聘之物 妾与君共分一面 劳藏在身 他日 此境重圆 夫妻在何 说罢 相对而弃 这是绍兴元年冬 十二月内的说话 到绍兴二年春正月 韩宫将建州城攻破 饭汝为情急 放火自焚而死 韩宫树黄旗 朝安于党 只有饭是一门不设 饭是宗族 一半死于乱军之中 一半被大军擒祸 献服临安 顺歌见势头不好 了西州必死 慌忙奔入一间荒屋中 解下罗帕自艺 正是 宁为短命全真鬼 不作偷生施戒人 也是阳寿位中 恰好都提侠吕忠义 领兵过去 见破屋中 有人自艺 急换军校解下 进前观之 正是女儿顺歌 那顺歌死去重苏 半赏方能言语 父子重逢 且悲且喜 顺歌将贼兵鲁杰 即泛西州 旧取成亲之事 竖了一遍 吕提侠 漠然无语 却说 韩元帅平了建州 安民已定 同吕提侠 回临安 面君奏凯 天子 论功声赏 自不必说 一日 吕公与夫人商议 女儿青年无偶 终事不了之事 两口双双的来劝女儿改嫁 顺歌述与丈夫交事之言 坚毅不肯 吕公骂道 好人家儿女 嫁了反贼 一时无奈 天性死了 出脱了你 你还想他怎么 顺歌含泪而告道 范家郎君 本是读书君子 为族人所逼 实非得已 他虽在贼中 美行方便 不做伤天理的事 倘若天公有眼 此人必脱虎口 大海浮平 或有相逢之日 孩儿如今 情愿奉道在家 是样二亲 便终身守寡 死而不愿 若必遇孩儿改嫁 不如容孩儿自尽 不失为完结之父 吕公见他说出一般道理 也不去逼他了 光阴四箭 布决已是少兴十二年 吕公累官至都统制 领兵在丰州镇守 一日 广州首将 采指使贺诚信 碰了公蝶 到丰州将领司投地 吕公言语听上 问其地方之事 续话良久方去 顺歌在后堂连中窃窥 等吕公入衙 问道 是才击公迭来的何人 吕公道 广州指使贺诚信也 顺歌道 奇怪 看他言语行步 好似建州犯家郎君 吕公大笑道 建州城破 凡性犯的都不设 只有网死 哪有网活 广州差官自姓赫 又是朝廷命官 并无分毫干扰 这也是你妄想了 嗜切闻之 岂不可笑 顺歌被父亲 抢白了一场 满面羞残 不敢再说 正是 只为夫妻情爱重 致令父子与参赐 过了半年 贺诚信又有军谍 奉差到吕公衙门 顺歌又从连下窥视 心中怀疑不已 对父亲说道 孩儿今已离尘奉道 其父有儿女之情 但再三祥审 广州姓赫的 酷似饭狼 父亲何不召至后堂 赐以九识 从容寇之 范儿小明秋二 新年在围城中 情之必败 有鸳鸯境 各分一面 以为表记 父亲呼其小明 以此境视之 必得其真情 吕公应成了 四日 贺诚信又进雅领回文 吕公言至后堂 至酒相款 饮酒中间 吕公问其相冠出身 诚信言语之无 似有羞愧之色 吕公道 秋儿 非足下别好乎 老夫已尽知矣 但说无妨也 诚信求吕公 禀去左右 急忙下跪 口称死罪 吕公用手搀扶道 不须如此 诚信方敢 土胆清心 告诉道 小将 小将建州人 实姓范 建言四年 宗人 范汝为 山幼姬民 据成为判 小将陷于贼中 实非得矣 后因大军来讨 攻破城池 贼之宗族 进阶诸禄 小将因平息 好行方便 有人救护 随改姓名为贺成信 出救昭安 绍兴五年 拔在岳绍宝部下 随政洞庭狐贼扬腰 岳家军是西北人 不惜水战 小将男人 又通水性 能拂水三昼夜 所以有秋儿之号 岳绍宝 亲选小将为前锋 美战当先 碎平腰贼 岳绍宝 建小将之功 得受君执 累任至广州执使 十年来 未曾谢之他人 仅继承君问 不敢隐晦 吕宫又问道 令儒人何姓 是结发 还是再娶 承信道 在贼中时 曾获一患家女 纳之为妻 余年成破 夫妻各分散逃走 曾相约 勾存性命 夫不可取 父不再嫁 小将后来到信州 又寻得老母 至今母子相依 只需以粗臂隐窜 未曾娶妻 吕宫又问道 祖下与先如人相约时 有何为继 承信道 有鸳鸯宝静 合之为一 分之为二 夫妇各留一面 吕宫道 此境尚在否 承信道 此境朝夕随身 不仁少离 吕宫道 可借一观 承信揭开衣媚 在紧兜肚细带上 接下一个绣囊 囊中藏着宝镜 吕宫取观 遂于绣中 一曲一镜合之 眼如生成 承信见二镜符合 不觉悲弃失声 吕宫感其情意 亦不觉泪下道 足下索取 即吾女也 吾女陷在衙中 遂隐诚信至中堂 与女儿相见 各各大哭 吕宫劝节了 吕宫劝 且做庆贺研习 事业 急留诚信于 衙门歇宿 过了数日 吕宫将回文 打翻女婿起身 即令女儿相随 到广州 任所同居 后一年 诚信任满 将赴临安 又领期顺歌 同过方舟 拜别吕宫 吕宫备下千金装脸 柴官护送诚信到临安 自量前世年远 无人推波 不可使犯事无后 乃打通状到礼部 父姓不父名 改名不改姓 叫做梵承信 后 累官至两怀留守 夫妻偕老 其鸳鸯二净 子孙 逝传为至宝云 后人评论 梵秋儿 在逆荡中 逆而不滋 好行方便 救了许多人性命 今日死里逃生 夫妻在何 乃因得 积善之报也 有诗为证 十年分散 天边鸟 一旦团圆 敬礼渊 莫道扶贫 偶然事 总有因得 赶黄天